角力豪舍起居一堂 台體大派出多位豪手應戰 今日女子組賽程 擁有禮約奧運資歷的陳文玲 與曾在角力試青賽奪下銅牌的張惠慈 分別包辦女子自由式第五亮級和第六亮級的金牌 這是第一次我參加大運會 然後就拿下金牌 其實還滿開心的 然後也覺得自己任務達成 就有替對上進一份行李 就挺值得的這樣 今日女子組賽程才循環賽制 去年陳文玲因對手結尾過棒 人數不足無法出賽 今年她首度參賽 以三戰全勝的姿態 順利為台灣體大報回金牌 這次是第一次參賽 所以我也是為了自己的學校之後去拚 然後這一次的表現 沒有到我自己的預期 因為這次其實在練習前 已經準備好很多新的動作之後 可是這一次沒有到 全部都是都做出來 就是備戰亞運 就是讓自己的一些狀態 還有一些肌耐力 都恢復到最好的 最跌破的狀態 與陳文玲同量級的莊英婷 也替台體大拿下營業銀牌 今日她在循環賽第三戰中上演逆轉秀 一度從1比6落後 追到6比6平手 最終壓制對手 拿下勝利 今日角力女子組賽程結束 台體女將共帶回兩金一銀的好成績 記者林慧宜公安林旁邊報導